Hello 大家好 我們回到第三節 很開心 剛才聽到彩姐的精彩分享 現在這一節就輪到爸姐的一個經典故事分享 爸姐的交流真的很經典 是真的嗎? 幸好慶幸地是只有一個 在樂園晚上 樂園晚上很浪漫 首先個個案就是這樣的 在大約翌日前幾天 新娘就打給我 爸姐 什麼事 我聽到聲音已經說 爸姐 真的有點沉沉 就是已經說 爸姐 不是那些爸姐很興奮 就是高八和低八道 一聽就知道 什麼事啊 我不想嫁 那一刻有一秒我也不知道怎麼應對 然後我就說 什麼事啊 他說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他婆婆就照大他的 嗯 那就有些狀況出現了 那外母 即媽媽就很想他們 快點去斟茶給婆婆 還了個心願 但是因為 啊 兒子 新郎哥都是獨子來的 都很孝順媽媽的 那也都把這件事畫寶給媽媽聽 就是奶奶聽 那奶奶就覺得 咦 不是啊 我澤欣沒有這個動作的 嗯 那當中我想是溝通問題來的 因為畢竟越近 大家是越緊張的 嗯 那我就說 這樣吧 我給兩位老人家 兩大長老的電話給我 我跟他們聊一聊 那首先呢 啊 理解的 因為呢 他們那些這樣 不過呢 都不需要擔心 我想你理解一下 就是奶奶你有些 什麼瓶相 即是哪一方面的考量呢 嗯 他說 喂 真的沒有這個日子 我明白的 但是儀式上 在這麼短時間 怎樣找到吉時呢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就當他們一個西式定了婚 因為你過了大禮的了 嗯 那你西式定了婚 他是奉一個孝心 給一杯茶 即是倒杯茶給婆婆 都是很應該的 還有一件事 你是娶了一個好媳婦 這麼有孝心 嗯 還有就是婆婆 她也九十幾歲 真是一個很長壽 是一個很好的祝福 好氣 給一對新人 讓他們長長久久 畢竟她也九十幾歲 我說萬大事包在我身上 那天呢 是任何當日的 譬如群靠 我們叫禮服都不穿的 他們會只穿一個喜慶的 一套新衣服 去奉茶給婆婆 那奶奶說 好啦好啦我明白的 總之 你告訴我 那些東西是順順暢暢 靚靚流流 奶奶很經常說靚靚流流 我說是一定靚靚流流 你的孫子孫子一定是靚靚流流 為什麼是靚靚流流 靚靚流流 我不知道是一個鄉下 就是一個鄉下 就是一個鄉下 是一個鄉下 讚許的說話 這是哪一個鄉下 即是順順暢 即是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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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能說 我根本作為大琴仔想入行 當然想了解一下哪一個鄉下 阿律師底也忍不住 讓我先說完 還有外母我還沒說 你是否想有心學習的 即是宣友念一遍 是的 然後跟外母說 我說明白的 因為奶奶那邊也有一個考量 我說不如這樣吧 這個就是大琴仔我自己去送給你的 是一個祝福來的 那我就找一個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真是摘傷你一對新人 所有的時間去 我們叫做折衣 或者是摘衣 都是吉時來的 我們就找一個 星期三 聽起來生三晚晚 十二點鐘 我們是五時最好陽光的 最好我們叫正能量的時間 那就去斟茶給婆婆 那我們就很簡單 就斟茶給婆婆 婆婆就給了 真的原來有一對龍鳳雅 給孫女的 那就拿空空禮事 那我們就倒下了 那當然在這個 因為其實那個婚宴是星期六的 在這幾天 我基本上每一晚都看一看 新娘知道 怎樣啊 敷上抹茶了嗎 喝了玫瑰花茶了嗎 有沒有去做折衣 慢慢去疏封她的心情 讓她開心一點 這個也是幸好只有一宗 因為你是要每晚 聊到十二點多鐘 到一點鐘 她是放鬆 我想問那時候那個奶奶 她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流程裡面 本身中間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的 她要堅持選擇 再找先生摘一個 吉時吉日 那我想問 其實這件事對於 本身的婚宴流程 影響在哪裡 其實沒有的 我想是一個老人家的執著 就是她覺得會幫忙 你任何事都要吉時吉日去做 就是擔心如果你無故加插了一件事 不能夠在整件事都是以最好的情況下去做 因為她畢竟是愛兒子 她也是獨自來的 然後當然 我們叫做吉祥圓滿 結婚 也生了一個寶寶 也很開心 聽下去其實也在過程當中解決了一個很重要的事 情緒方面 我想是大約大家也要去做 所以我們也說 我們是要相當好的心理狀態 心理質素 做五大琴 對 因為他們還要去輔導 就像剛才說 一個好像心理醫生 去輔導 不只是一對新人 還要四大獎勞 所以他們的角色也是很重要 好 我們現在 多謝阿爸姐和我們分享 彩姐也分享了他們的故事 剛才我們也看到 彩姐帶了很多 很有心機 彩姐和阿爸姐帶了很多 他們的賺食工具 我們也輕輕說一下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也看到這些 但是不知道什麼 什麼時候要用呢 那種意義 剛才也有說過 那兩個要不要的? 這個沒有跟 你右邊那兩個 那個是否靜安先生 你先說哪個 沒有問題 你喜歡說哪個 我們一直說 這個剛才我們說過 就是紅豆米和綠豆 是出門的時候用的 也叫做綠豆米 這些呢 這些叫十字吉祥果 其實每一種果實 是每一個祝福 例如有合圖 一對新人情比金堅 富貴萬千 有貴圓荔枝乾雨 夫妻結圓 來子來子 也有花生 花生是長壽果 再對新人 長命富貴 大富大貴 有蓮子 年生貴子 百合百年好合 紅豆綠豆 紅藍綠女 山仔生女 都這麼正豆 有白芝麻 白頭到老 永潔同心 白頭到老 永潔同心 永潔同心 紅豆綠豆 紅藍綠女 紅藍綠女 紅豆綠豆 哈哈哈哈 對呀 好 現在看到盤裡還有這些 這些叫扁拍 其實有很多新人 可能知道什麼叫綠葉 不知道這些叫扁拍 這些扁拍 有紙 扁拍有紙 新娘很快添貴紙 是耳頭 但這個是真的植物嗎 真的植物 對 有少少像聖誕樹的葉子 我自己種的 你自己種的 種到有紙 好厲害 紙就是去杜花店 看到有馬上幫他買 整盤買回家 我家有四盤 你種多久才種到有紙 其實我買現成有紙 只要半包幾隻 但是呢 有四盤 有四盤 好厲害 因為我試過好幾次 去幫客人上頭 他是忘記買這隻的 他是不是都難買 他們不知道在哪裡買 對呀 突然間有紙 你問我買這些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 你問我在哪裡買 我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 是買花店 我一直都是去這個花店買的 其實有紙真的不太容易 如果新人準備有紙 我看到我很開心 然後告訴你 不是那麼容易有的 他們就覺得很新的 很開心 如果家裡自己種很方便 你不用去買 對呀 明天開工來講 在家裡展示一下 對呀 明天開工來講 明天上班之前 第一件事就去花區買一集 買一集 買一集 你記不記得這個叫什麼 那你怎麼叫人家賣給你呢 我說那些可以年生季子的花 可以年生季子的花 但沒有花 他也知道 我回去看重播 我回去看重播 也有這個 我們叫做 如意同心結 這個就是彩姐自己做的 自己織的 又是彩姐派 對呀 精心為一對新人 做一對新人 如意吉祥 對呀 就會將這個 一對的 一個男的女 上頭的時候 就會加起來 放進去 就可以為新人紙夾上頭 那會連同一粒粒的紙夾上頭 剪一下 某部分剪一點 就這樣 原來你開心得到 好像自己嫁一樣 對呀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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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茶 我們看到這裡 會有 我倒出來給大家看 會有紅棗 和紅皮的蓮子 這個紅皮 又深的 紅皮蓮子 大家平常比較少見 平常我們看的都是 白色的紙夾 對呀 或者是半邊的 我們耳頭要圓圓滿滿 那這個是不同種的蓮子 還是 它未去皮 對呀 還有白色 剛才我都說 我們比較不太喜歡的 白色的東西 還有它有深的 還有我們的紅棗 紅橫當頭 是什麼意思 一雙一對 杯中紅棗 一雙雙 新娘明年 請食薑 請食薑 即是生仔 對呀 大薑 嘗嘗 嘗嘗 這個人真的要求 這個大薑 要不收這個徒弟 因為一般來說 他要從零開始學習 因為一般來說 我下落樓下 再興吃叉雞飯的時候 就有薑 薑蓉 對呀 好 還有這些 這些小朋友 一定願意三距離 如果婆婆看到會很開心 我們是叫做賀床BB 賀床BB 對呀 因為在安床的時候 放在床上 對呀 有時候小朋友 這是什麼時候 還沒有 大薑 安床 因為我不知道安床是什麼時候 都是窄吉 我們不如這樣 趁這個時候 大家都說了 安床這個問題 我們也請蔡和我爸 輕輕說一說 究竟大薑之前 其實有什麼要做 或者輕輕說一說 輕輕說一說 對呀 對呀 否則大家好像不知道 突然間為什麼會安床呢 我們呢 前面有什麼要做呢 首先 我們以前就三書六禮 現在呢 我們會是怎樣呢 宅吉日首先 宅吉日先的 然後就找場地 然後過大禮 搬嫁妝 安床 上頭 出門 入門 和回門 我們現在就叫做六禮 就是這樣 結婚之前 其實很多人以為 人家擺婚宴的時候 看到大禁者 他們只是那天出現 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有過大禮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叫做全套 嗯 六禮全部都做齊 不會是這樣 好 我們再看看 這些這麼大的 可不可以叫勵士風 我會不會說錯 可以這樣說 對的 這麼大的勵士風有些什麼呢 五世奇窗 我就是知道裡面一定是放很大的餡 哈哈 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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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鄉村各處例 有時候過大禮各方面 可能南方的家族 和我們女方是不同的 例如南方那裏 我需要某一件事 你是沒有的 那麼我們把包羅萬有 就把它掛一晚 包起來 這樣就什麼都有齊了 對的 即是不會說好像不良做哪一個 或者是不太好事 對的 所以有個包羅萬有禮士 也有個禮金大禮士 禮金大禮士 對的 過大禮多日用的 對 南家的乘以禮金 啊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可能不夠位置放的 這個禮金 哈哈 他有一個盒子 電子支票 對 待會女家就說 這個禮士風不夠大的 Cash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吃過 其實是電子支票 對 然後還有的 還有這些 大富大 不是 上面有個不同的名字 女婿金 對的 因為已經是半邊仔 所以外婦外母就會給封利士 這個就是回禮的 對的 其實以前真的會買五樣東西 女婿的醫療金是什麼 腰帶 腰前萬貫 銀包 銀包 帳簿 金銀財庫 有富 大富大貴 榮華富貴 鞋就跟鞋都老了 蜜就夫妻恩愛 甜不甜蜜蜜 哇 這裡還有兩部 這是衣仔裙 就是因為 衣仔裙 或者大兒 他未結婚 他爬頭 所以 有一個衣仔裙 和未結婚的 就要給了 即是新娘子 那些兄弟姐妹 未結婚的就要給了 如果我弟弟爬頭 應該我收什麼 大兒 大兒 就是這個 大兒 如果我弟弟爬頭 我就會問他一定要 對 沒錯 聽到嗎 我不知道我弟弟有沒有看 哈哈 然後還有一個 扣仔鞋 就是同一個意思 同一個意思 明白了 桌面還有 除了這兩個銅心結 這個也是安藏用的 對 對 放在大褲大櫃的盤裏 對 成箱成對 嗯 這個有兩個箱子 對 沒錯 也是安藏用的 然後還有的 在鏡頭外 哇 先給你一份 看一下 你貴的東西 做什麼 這個我們就是用來上頭用的 叫上頭套裝 這個是不是男的 加一套 你們分不分到哪裏 是男的哪裏 讓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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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有沒有什麼 不是 這個有多東西 這個是女的 沒錯 女的 女的多了些什麼 有那個梳 除了梳呢 有線啊 什麼線啊 針線 對 男的用來做什麼把剪刀 有名有理 哈哈 你又想剪什麼 金剪刀來的 這把是金銀潤 你看到嗎 我真的不懂 我只知道龍的那樣 對啦 我介紹一下 我們裏面有這個把尺 如我們以前的古代 買田買地是把尺來量的 所以呢 這些把尺就要以量田萬慶 以後子孫昌盛 即是多有地才有得量 對 那你有這個半月梳 所以叫量地 哈哈 有半月梳 有這個臂 我們叫蜜齒 這是要做什麼 上頭的時候用的 幫他梳一梳梳到尾 二梳八角 不是用這個梳嗎 我們是一雙一對一起梳 是的 蜜齒蜜齒新娘 密生子的意思 也有針扇包 也有針扇包 針扇包 即是持家有道 賢良熟德 我們新娘子 有我們龍鳳竹 龍竹點起 耀廳堂 來年生過狀元狼 有鏡 照到前途一片光明 光明計後 想在梳士 就要拿著鏡子照 這把剪刀以後 有名又利 利陸常有 這個意思 很厲害 彩姐和爸爸的金句 隨時都可以說出來 藍的就是有點不同 比較少的東西 對 你看到這把尖梳 很利 也有名 有利的意思 全部有一個利字 有名的利字 明白 但我家裡也有這個梳 我也是有利的 當你Cash 你當然有利 我心已經叫現金了 不夠利 好 爸爸和彩姐 會不會有些什麼 到了最後 我們當然要請教一下 彩姐和爸爸 給我們一些小提示 沒錯 很多人聽說 我想入行做 但其實我未必 不知道自己是否適合 當然可能找師傅是一個途徑 好像你們所說 讀書也是一個途徑 但其實在個人 個性上 有沒有說哪些提示 給他們告訴他們 應該要怎樣 可以令他們更加貼近 就是這個大錦仔 假設他們想入行 有什麼提示給他們 其實最重要的是 笑容 還有你真誠 真心來對 每一對新人 真的要當他們是自己人 真的要是親人 這樣的心態才行 就不能貪心 我對新娘也要當自己是新人 親人 親人 自己親人 因為你貪心人 因為他有很多金器 離事 一定不能貪心 而且不能太多 雖然做大錦仔 需要很多事情說 但適當時候才可以說 尤其不是適當的事情 不要那麼多事情說 所以要去到某些位置就知道 對 很懂得分辨 什麼時候說 什麼時候不應該說 什麼說話要跟誰說 什麼說話不可以跟誰說 沒錯 沒錯 其實現在大錦仔 如果一對新人要找 可能他們 應該大概 或者一個範疇 價錢應該是怎樣分辨的呢 或者是 只是找Big Day 還是我要全套服務的話 價錢大概 是可以多少至多少度呢 會不會說得到 這些都是商業秘密來的 不過那個範疇 幅度也很大 我想都是幾千元 一般幾千元 是Big Day 我也聽聞有一些 就真的收以萬計 升級的 也明白 對 另外如果是 我之前所謂的六禮 不同人有不同的要求 可能我們也會 儘量收回錢 一般Big Day都是幾千元 對 我們每一部分計的 過大禮 剛才我們說的六禮 每一部分計算 明白 今天謝謝彩姐 謝謝爸姐 很開心 很開心 我覺得你最開心 很開心 今晚開始 我就會 頭身這個大禮仔 你讀書 先讀書 我認識 紅豆、綠豆、芝麻糊 雙喜臨門是什麼 雙喜臨門是有大有小 就什麼 雙喜臨門就是盆滿撥門 雙喜臨門盆滿撥門 我這句也有 二半素心聲 何須太高清 希望今宵再會 各位時候 我們下次就慢慢聊 拜拜 拜拜